全球华文网2020第十场直播教学分享会 今天邀请到美国西雅图华文学校的何婷宇老师 跟全球的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分享 乔委会字编俄语教材 学华语向前走入门册的教学示范 在开始今天的教学分享会前 首先邀请学华语向前走的教材编辑 台师大华语文教学系的曹静怡老师 跟大家简单介绍这套教材的理念与特色 大家好 我是师大华语文教学系的曹静怡 在这里给各位老师报告一下 学华语向前走入门册 本来您看这么厚 现在改成两个版本 注音和语拼音 乔委会把它分成两册 原来是150页 现在只有70多页 让老师家长小朋友都更方便 带起来更轻松 但是它的内容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丰富 另外作业本也用一样的方式 以第二语言概念编写的 学华语向前走 入门册最主要的编写理念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让孩子们学习语音 注音符号或者是汉语拼音 生母 孕母 我们分成12课 让学生定量地学习 特别要谈到的是 我们利用对话的方式 让孩子们不但能够学会符号 学会拼读 同时让他在每一课都能够学会一句核心句 那么12课结束 他可以轻松地用日常对话的方法 学会注音符号 以及或者是汉语拼音 比方说第一课 我们课本的内容核心句是 你好 我是李大文 我们从这一句每一个人见面都要说的话 我们带出六个这个标音符号 那这六个标音符号呢 也是最基础的最常用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 每一课我们定量地带出来 让孩子们在12课学完 他不觉得累 他觉得很轻松 同时他可以学会说话 接着呢 我谈到第二个重点 那我们第二个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第二语言的最终目的 沟通的功能 除了以沟通为主 我们还设置 我们设置了12个主题 这12个主题 除了搭配其他测数的主题以外 我们还加上了一些孩子们幼儿 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他特别喜欢的一些主题 比方说第七课 大文喜欢红色 东明喜欢绿色 我们加上了颜色 因为颜色这个主题呢 对幼儿来说是他特别有兴趣的 所以这是我们谈到 我们用沟通当作他基本的概念 然后另外呢 我们把这些沟通的主题 再加上孩子们最有兴趣的一些题目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 那接着我们谈一谈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呢 我们是要帮助孩子 让他准备好接下来的学习 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 怎么样奠定他这个基础呢 入门册里所有的这个例子 我们除了一般必要的例子 日常生活的例子以外 我们所有的都是尽量以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的声词 当作基础 差不多90% 我们都使用到入门册 我们在入门册里 让孩子们利用他学习注音符号 学习汉语拼音 这些生母孕母拼读的训练 我们让他学会这些声词 所以他在发音上已经不是问题了 他在理解上也不是问题 那么当然他到了第一册 他一定可以有自信 轻松的顺利的学习 这是我们谈到如何帮他准备好 奠定他的基础 那另外谈到呢 不管我们这个教材是什么情形 那当然第一线教学是最重要的 老师能够活用这本书 我相信是让这本书 能够有效最好的方法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这个西雅图华文学校的何老师 来为各位做一个示范教学 那我跟西雅图华文学校 有很深的渊源 在2016年我帮朝委会担任这个巡回的讲员 那在西雅图跟西雅图华文学校结缘以后 2017年2018 2019 接下来的三年 那我都到了西雅图跟西雅图华文学校的老师们一起针对学华语向前走 我们做了许许多多专业的题目当作例子 那有许许多多这个专业的互动 那我对西雅图华文学校老师们的热情 以及对这个华语文教学的兴趣 那一直让我有非常深的印象 所以很高兴西雅图华文学校 何老师愿意把他在教室里的一切 分享给所有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华语教师 那也希望能够迸出一些火花 老师们有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示范教学 自己有更新更好的 然后每一个这个设计 那希望都能让我们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曹静怡老师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教学分享会 若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大家在直播中踊跃参与互动和留言哦 现在就让我们把镜头交给美国西雅图华文学校的何婷语老师 好 大家好 我是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目前 我是Vivian 我是何老师 那我目前呢 是专攻于 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华文老师 以及听众们分享我这一次在华文课本的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心得 那欢迎各位的华文老师来听我的分享 那大家好 我再介绍一次 大家好 我是何婷语 我是Vivian何老师 我在大学专攻于幼儿教育跟多媒体的传播 那目前我是一位幼教老师 也是一位西雅图华文学校的住院班老师 那我有五年在中文学校的志工经验 那也有三年在中文住院班老师的经验 那同时的我也有很丰富的一些幼教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就要聊的是华语向前走这一本教科书 那想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学校会选择用华语向前走这一个教材 那当然呢 我们主要的是配合学校的整体的教科书的选用决策 那决策的过程中当然我们也避免不了了一些去跟别的教科书来做比较 那我个人比较用完之后个人比较推荐的特点是在于里面呢 有很多不一样的教学形式 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去吸收注音 吸收一些单元的练习一些生活对话的练习 所以我们最后在老师跟校长的决定下 我们决定使用华语向前走这一本的教科书 那先讲一下今天的大纲 那今天呢会介绍华语向前走的特色 还有一些使用上心得 那还有课本的句型练习语法 还有教科书的衔接部分 还有班上实际使用上的心得和教材使用 那想说华语向前走它的特色呢 非常多多到其实我都写不完 所以我就是大致列了几项 那在全球华语向前走的特色呢 就是它在全球华文网的网上面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它概括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关于文化的一些教材 关了一些语音 课本语音跟作业本语音上面的一些教材 还有一些入门的一些教师手册 那住教师手册里面呢 有包含了平时的小考 就是每一篇课文的一些练习 一些让小朋友可以试试看的一些小考 小测验跟我们最后一整个课文里面的综合练习 那还有主题式的教学 教学呢等一下我们会在后面说 那还有一些生活对话式的教法 那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因为非常喜欢跟小朋友沟通 所以呢很喜欢用生活对话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一起的学中文 那当然要说最重要的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的去讨论说 就是为什么学校经过这么久的讨论 才能讨论出说 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华语向前走这一个教科书 那我们其实有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开了很多次会议 那最后决定是因为我们觉得课本 是一个我们跟孩子们建立的第一个媒介 那免不了的一定是家长会先来找我们 那去报名课 但是使真正的让我们孩子更有 我们跟孩子更大连接是在于一个课本 那课本里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有包含了本里的角色 那课本里的单元活动 都可以让孩子们去熟悉课本 让孩子们一开始就能知道 这本课本在说什么 或是这本课本想要给我们什么 或者是老师我们要把这本课本 如何的去交给孩子们 交给这些家长们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可以用注音做出什么样的一系列的教学 这样子 所以呢 想说一下这次列了几点 列了六点 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那在这使用上的心得 那在华语向前走的书本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角色 那他角色有非常非常多重的 那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李大威 李大威常常就是会在课本里面出现 那他也很常的用一些课文的一些抬头 就是我们课文的标题会写大威喜欢红色 大威怎么样 那还有不只有大威 有林东宁有王心梅 那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角色的设定 让孩子们会觉得 那一打开这本教科书就好像在读一本童话故事一样 那都有把一些个性 一些喜欢的东西都说得很清楚 那里面呢 不只有角色 那还有多元化的单元学习 单元练习 在这个单元练习过程中 在翻开这本书我就发现了 在单元练习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一些 注音的拼法 以及它们的结合 让孩子们更能去融会贯通的 去了解这本书的一些音符 一些声调 让孩子们比较不会去抗拒注音 那还有了孩子们最喜欢的 当然就是游戏啦 所以呢 在很多在每一个课文后面呢 它都有附上一个很贴心的 帮老师减少很少的压力 让老师不会那么的 一直想说要怎么办 要怎么教的更有趣 那后面很贴心的 附上了课后游戏的活动 那很多课后的游戏呢 都会让老师备课的时候 会比较的去 有更多的想法 同时呢 在准备游戏的过程中 也会有更多的idea 让孩子们能够 更多的投入在这个课堂中 也投入了在注音的理念 那营造一个很好的注音环境 给小朋友 还有呢 常用的生活对话 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呢 非常最 常用的就是生活对话 常常会问 大文喜欢红色 那东明喜欢绿色 那星眉喜欢什么颜色 常常会有一些对话的出现 常常呢 会让孩子们会觉得 诶 大文跟我一样喜欢红色 诶 东明跟我一样喜欢绿色 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想法 会觉得说 诶 怎么这么的 亲近 这么的 感觉很像 就像一个朋友一样 感觉 这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 Elsa 童话故事里面的 Olaf 这样子的去 去看这一个 像童话故事书的教科书 那 也很贴心是在 后面有几个 在几个课文后面 会有附一些儿歌的多样话 就是后面会有一些儿歌的活动 让孩子们不只是坐在 书上 坐在桌子上面 看着书 拿着书 或者是就是 在那边一直在写字啊 一直在练习写 或者是老师说要写几遍 就是这样一直很呆板的学习 他呢 还有附上了儿歌的活动 所以让孩子们呢 可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那可以用唱歌的方式 让孩子们更了解 注音的用法 也能让孩子们 更能觉得说 注音不只是坐在纸上面 或者是注音不是只是我 坐在就是要考试啊 要比较智识化的学习 而是让注音可以有更多的方式 去延伸更多的东西 让孩子们比较 更能够产生兴趣 对 那之后也会讲到 就是花语向前走 这一个的延伸学习 对 那在我们班上 使用的教材 这三年来 我一直都是使用的 这四年不好意思 这四年使用的都是 花语向前走的 K1入门册 那这就是K1入门册呢 有分A本跟B本 那A本呢 就是第一课到第六课 那B本呢 就是第七课到第十二课 所以总共加起来 AB本是有十二课的 那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 很贴心的 花语向前走人物介绍 那这边就是有这六位 非常有名的一些人物 那这边都是有 一的介绍说 林冬明、李大文、李文文 这些人 他们呢 是谁 然后他们的个性 以及他们喜欢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因为这些颜色 会让孩子们更觉得 更投入在里面说 哇 这本课本怎么这么的 有色彩缤纷啊 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图案 不会只是就是字而已 这样子 那这边也可以讲一下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就是课文中的句型 以及语法的练习 在这边呢 这边有说 大文呢 他喜欢红色 然后到后面呢 其实就是到我们翻了后面页 后面呢 就有加深咯 后面就可能变得比较难 后面就说了 哦 大文喜欢红色 那我们的朋友李文文呢 他喜欢红色的裙子 所以让孩子们更衍生想法 哦 文文喜欢红色的裙子 那他们可以想红色还有什么东西 那红色我们就会常常跟小朋友举例 红色就是苹果 红色呢 就可以说是鞋子或是衣服 让孩子们更有想象力 可以让他们更投入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 那下面有说 那下面有说 有朋喜欢蓝色的海豚 一样 上面说的是裙子 那也就说是物件 那蓝色的海豚 海豚呢 就使用的是一种动物 那我们可以说蓝色的鲸鱼 蓝色的小猫 小狗 那可以让他们产生一种想象 那不一定是要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可以让大家呢 让小朋友更去想想看 什么东西是红色的 什么东西是蓝色的 那有什么动物 有什么物件 是他喜欢的 那也可以去比喻一下 那这边有说课文中的拼音练习 在第七课 这边刚才就说了 我这一次就是拿第七课来做示范 那这边就说了 大文喜欢红色 看右上角这边有写大文喜欢红色 那下面 为什么这一页都突然蹦出了四个注音 四个拼起来的注音呢 那我们来念一次 一个是翁 一个是呜 一个是晕 一个是温 那这四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啦 在下面这边 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呢 在下面这边的 有一些注音怎么会变成红色的咧 是因为他们的改版错了吗 还是因为他们的 故意是这样做的呢 那答案是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因为呢 他们为了想要让孩子们呢 更能知道说 我今天要教的就是这四个音节 就是这四个拼音的注音 也要让老师们同样的更能比较不会感觉迷失到的一些说 结果我最后教的是哪一个注音这样子 所以他很贴心的已经用了红色的已经帮我们先圈起来 让我们呢 一眼就知道哦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今天教的是温 我们今天教的是翁 我们今天教的是晕 跟我们今天教的是迂 所以呢 这个可以让我们更明确的 让孩子们知道说 我们这一堂课教的这四个注音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会让孩子 通常会让孩子念三遍 那因为呢 为什么念三遍 因为有人说啦 念三遍就代表我很认真 念三遍就代表我很重要 所以呢 我会习惯让孩子能念三遍 那第一遍呢 当然是老师带着一起念 第二遍呢 是老师先念一遍 孩子们再跟着念一遍 第三遍呢 是孩子们自己念 那第四遍有没有 有 第四遍呢 就是让有一些小朋友呢 他可能觉得说 哦 老师我会 我想念 那当然呢 也会让孩子们有一些 发挥的时间 所以呢 我同样的也会给孩子们一些时间 不止去吸收课文 吸收大文 可能喜欢红色 让孩子们更记得大文喜欢红色 东明呢 他就喜欢绿色 我会让孩子们加深 他们对教科书的印象 加深对颜色的印象 让他们能够正确的表达课文要闪述的内容 那这边就有课文的互动练习跟课文的游戏活动 那这边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孩子们一起做这些事情 那 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可爱了吧 因为呢 我觉得 每次跟孩子们介绍要翻页的时候 有时候翻页 因为我们是第二语言的学校 我们是以中文是第二语言 所以呢 我们的 呃 呃 他们大家的一些 呃 中文的理解内容不一定很好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就很好 我可以跟他们说 翻开粉红色 有一个大肚子的兔子的那一页 有一个兔子 他肚子很大的那一页 或者是可以翻开到一本兔子 他秀出他的屁股的那一页 他们就可以很快的翻到那一页 那同样的 因为呢 我们是第二语言的学校 我们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学校 所以呢 我非常喜欢教科书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教科书字并没有很多 就是可能没有像在台湾学习 在其他地方学习的一些教科书一样 就是呢 都是满满的 一大堆字 字下面还有很多注释 或者字旁边还有很多的小小的tips在旁边 那不是的 因为这是第二语言 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一本教科书 所以呢 他会在他的一些课本方面的都会规划的非常的简单 同样的孩子们也可以知道说应该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个就很好玩啦 课文互动的练习 在课堂上呢 我都会用powerpoint 那我会我会用那个投影机 我会投射在那个墙壁上面 然后呢 就比如说在这面墙 那我会让孩子们呢 在这面墙上呢 自己来做图 自己来圈起来 那我就会说小朋友 来 那今天要翻开第25页 好 翻开完之后 你们先找找看我们要的科 我们要的鸡 我们要的七 那他们找完之后 他们自己做完自己的课本之后呢 那我们会把那个 我会选择 哦 已经做完的小朋友 或是很积极在那边 觉得老师我做完 老师我做完了 选我选我的那些小朋友呢 我会让孩子们呢 每一个都有轮流的时间 可以来上去做这一个活动 那这个互动呢 可以让小朋友呢 增加他们自己的一些成就感 也可以让他们觉得说 诶 其实注意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 你看兔子里面 有很多的注音 可是我找得出来啊 我找得出特 我找得出鸡 我找得出漆 那可以给孩子能建立更大的自信心 那数数当然就不用说啦 数数用英文用中文 他们都会数 那同样的 有些小朋友呢 可能在家里比较厉害 他们呢 会直接在上面的t旁边的花胡 写上1 跟中文的2跟3 那孩子们呢 自己也很自动性的会先去学习 那在这边有课后游戏活动 那通常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个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一页 因为呢 同样的也可以跟孩子们建立一些互动的关系 让孩子们不是只是呆呆的坐在椅子上 或是呆呆只是在那边趴着写字啊 或是做一些会让上课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那课后的活动呢 通常我会让孩子们呢 就是跑到 呃 因为我们学校是有地毯的 所以我们做做的方式是摸字型 所以孩子们呢 每一个人都是面向的老师 所以我不管站到哪里 孩子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老师在哪里 跟老师有没有看到我 那这个有呃 比较是好的方式 让我可以积极的管理班上的秩序 班上的同学 班上的一些状况 那所以那摸字型的中间就有空了一块地 那基于我们在美国学校这边是有个地毯的 所以我会让孩子们呢一起到地毯中间 那我们当然就很爱玩的就是 老师应该很爱玩的就是字卡的游戏啦 所以呢 像这些翻牌的游戏呢 给老师呢很多的主意 让老师说 诶 其实我们可以配合这个活动 配合这堂课的声词 配合这堂课的音韵跟注音的拼音 可以让孩子们呢更投入的在班上中 也可以呢 以分组的模式让可能 呃不常讲话的两个人 可以把一个常讲话跟不常讲话的两个 组合在一起 让他们用中文去沟通 让他们用中文去想办法去解决 或是用呃团队合作 合作的默契 让他们可以一起的玩注音的游戏 所以在这边我非常喜欢这两个活动 让孩子们呢可以在课堂上不只是做的 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方式让他们认识注音 那这边呢也有这个 但是呢因为可能我唱个没有这么好听 所以呢我常常呢就是让孩子们呢 播着给他们听 就是当然是不会给他们看荧幕 可是我会给他们呢有一些些话 一点点的时间在他们进教室以前 在他们呢 呃我们是九点开课 我们是九点开始上课 所以在大家可能陆续进场的时候呢 我会让他们发一些话话 让他们在桌上自己的 先等其他的同学 还有我会播放一些中文的歌曲 就像我们的儿歌 我们的民谣 我们的一些歌曲 像这边的三轮车 跟小白兔爱跳舞 这一些 嗯 教科书里面的线上语音版的一些歌 我会播出来给孩子们听 让他们就像听以前的小星星一样 一直听听听的 直入他们的脑海里 让他们呢 诶一听到这首歌就知道 吼老师 你又放了三轮车 我听了好多遍 老师 你是不是这首歌 是不是小星星 让孩子们呢 更能熟悉班上的一些 运作模式 跟班上的一些 中文的模式 让他们比较可以脱离一些 一些外语的一些学习 那这边就说了 这里有全球华文网上的 线上资源 那这个是我每一个礼拜 备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因为不只是说 我们有课本而已 那可是如果我们有PDF档的话 或是PowerPoint档的话 可以让老师们更轻松 更轻易的去备课 因为呢 它减少了很多繁琐的事情 老师呢 可能也不用 每个礼拜都要带着厚重的课本 去上课 因为有A本跟B本 那如果我今天只带了A本 忘了带B本怎么办 那我在我的电脑里面呢 跟在学校的电脑里 我都一定会download好 A B本的PDF档 那就是怕说 哦 如果不只有我没带 如果我的学生没带 可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作业 那孩子们没办法写的话 没问题 我会把他的project上去 我会让他投射在这个电脑 教室最大的荧幕上面 让孩子们很清楚能看见 老师现在要我们翻地几页 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那他同样的可以拿出一些 可能像这种课外的练习本 像一些格子本啊 或者是像一些白纸 画画纸后面 只要有空白的地方 都能练习写助音 而不限于说 我没带课本 我就只能单看着旁边的人怎么做 或是只能单着 在那边 老师下课了没 所以这个对老师跟对孩子们来说 这个资源也是非常大的 那全球黄黄里面呢 等一下后面我会再来讲说 里面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刚刚就说啦 前面的AB本的课文呢 有前后的呼应 那前面是1到第6课 那后面呢 就是7到第12课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A本的主题 跟B本主题 那前面就有说啦 你好 第一课 那第二课就是介绍 哦 我7岁 第三课就是介绍 我有爸爸妈妈 第四课 哦 开始介绍自己的宠物 第五课 专心的介绍我的妹妹 第六课介绍 哦 我是李大文 那第七课呢 到了B本的第七课 就来介绍 哦 继续的介绍哦 大文呢 喜欢红色 第八课 就介绍西瓜是圆的 那就开始介绍了形状了嘛 那在后面第九课 哦 又换另外一个人 就是文文 他喜欢吃苹果 第十课是化学人 就是有个动作出来咯 那第十一课 心美呢 喜欢听音乐 第十二课 我是林东明 那大家有发现吗 到了后面 从第六课跟第七课 有一个连接 就是第六课 我是李大人 第七课 大文喜欢红色 哦 开始介绍这个人咯 介绍完之后 后面又介绍另外两个人 就是文文 他喜欢吃苹果 第十一课 心美呢 他喜欢听音乐 那第十二课 又回来了 第十二课 就是我是林东明 所以第六课 跟第十二课呢 刚好就是 每一个 的综合练习 第六课呢 就是一到六的 整个综合练习 一到五的综合练习会摆在第六课 让孩子们呢 再重新的回顾 一些我们前面教过的东西 前面教过的声词 以及句型跟语法 那第 第一本呢 就是有说了 第七课呢 到第十一课呢 就是介绍不同的人之外呢 还介绍了 一些形状 一些动作 像化学人 所以呢 让孩子们觉得 诶 教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诶 那第十二课一样 总结的就是 第七课到第十一课 做的综合的总结 让孩子们呢 还能重新的回顾 诶 前面 大文说他喜欢红色 那诶 西瓜是圆的 诶 那还有一些 呃 心梅啊 他喜欢听音乐的一些 内容 那 我觉得这个最方便的就是 不免俗的 上完课之后 一定要有一些测验的小考 让孩子们呢 嗯 让孩子跟老师呢 都能够了解彼此的程度 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说 诶 他这个到底会不会做 那让老师能知道说 诶 那这个我要怎么方式 让大家知道呢 让大家更了解 要怎么拼 或者是西医 喜欢这个字 要怎么去 呃 做更多的延伸这样子 所以呢 我非常喜欢的是 他们可以下载 在教师手册这边 有一个 平时的小考 跟综合的练习 那 平时小考 当然就是蛮简单的 就是说 圈圈看 然后呢 呃 去写出来 跟去连连看 哦 那综合测验 其实也差不多 可是呢 他多了很多很多的词 让孩子们能更能发挥说 诶 我上次写 乐乐礼物 那我试试 试试看 我可以写更多的东西 乐乐老虎 或者是 阿阿阿阿姨 然后阿阿 哈哈 这种比较难的词 或是比较关于生活对话 跟我从老师们那边听来的词 我从我的同学们听来的那边 那些词 所以下面连连看可见 也多了几个 让孩子们能够 更能的去熟悉这课本 整个一个system 这样子 对 那在后面呢 有学生实际的练习 那到这边呢 就想跟大家秀一下 我们班的小朋友 那左边那一个呢 当然一看就是大人写的 那是那位孩子的爸爸妈妈呢 在他的作业本 就是在我们这一种格子的 作业本上面做的练习 因为我很喜欢让孩子们呢 能够有一本这样的作业本 能够让孩子们写下来 让加深他们的印象 那通常呢 我都一定会用课本上面的词 因为让他们能够更加深的印象 所以呢 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出 一到第十个单词 让他们写下来 写完之后回家呢 写个三遍到五遍 那让孩子们能够 不要写太多 可是让他们也能够学进去 所以呢 这就是孩子们的爸爸妈妈第一个先练习写示范的题目 那他刚好也很热心的照给我我看这样子 那到了旁边右边 那看得出来 这就是小孩练习写的词啦 那小孩练习写的词可能不对 可是呢 他们能知道说 他们呢 可以写在格子里面 那这些音韵调呢 都是老师要非常注意的 因为常常孩子们呢 可能字都常常写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也会特别 就是像教科书里面说的 我们一定会特别的注意一些 小孩子的拼音的音韵调 让孩子们呢 可以快乐的学习 同样的也可以注意这些 注音的拼 那这边 就是我觉得这边的教材有结合 这刚好这个四样东西 那在这边的教材结合 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生韵 生母 跟生福 一些的符号 一些的注音 一些的一些拼音 让孩子们能够的 自主性的想要去念它 想要的去 诶 它是叫什么东西 想要会有一个求知欲的上升 那自然的拼读 就像我刚才这样 我相信你们 看到我的powerpoint 一定有想过 一定很想念中间那两个字 是什么 对不对 那就会突然的会想说 那个好像今天有教过 那个叫什么 会有让一个小朋友 很想要去念出来 的那个冲动 我相信大人应该也是一样的 那还有做一些生活的联想 那生活的联想 就我刚才说的生活的对话 那生活的对话有什么呢 就像我喜欢吃苹果 欣梅喜欢听音乐 我喜欢去公园玩 那会有很多的自然的联想 会想说 诶 欣梅她喜欢听音乐 那我就会问啦 诶欣梅喜欢听音乐 那我们班上有哪个小朋友喜欢听音乐的举手 那孩子们会觉得说 哦 老师问这一题 虽然我不会 可是我知道听音乐 那他就会想举手 然后呢举手的小朋友也就会说 老师 老师我喜欢 我喜欢听 Elsa的音乐 因为我们在美国 所以Elsa通常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呢 还有Elsa 我喜欢听Elsa的音乐 老师我喜欢听那个忍者的音乐 就是大家会开始的开始有一个讨论区的现象出现 就是小孩会 老师我喜欢 老师我喜欢怎么样 那通常呢 老师呢 也可以多加的 因为课本 他有 其实有很多的 一些方式 可以让小朋友去表达 所以呢 通常我们也会 不止就问说 诶欣梅喜欢听音乐 你喜欢什么 然后说 诶 那谁喜欢去公园玩 或者是老师会去反问孩子们说 诶 他喜欢听音乐 他喜欢去公园玩 诶 那小美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诶 那 小明你昨天去做什么事情 诶 那你生日的时候喜欢做什么事情 会让孩子们更有一个 就觉得说 诶 老师不是在跟你 不是只是在教你 老师 而是在跟你聊天 老师只是在跟你说 诶 诶 你也喜欢去打球 我也很喜欢去打球 诶 你喜欢听音乐 那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反而会让孩子们跟老师建立一个 一个沟通的桥梁 可以让孩子们真实的跟老师对话 而是用中文去对话 那这边有说画图创作 那这边其实在课里面有一些讲到的是一些动物 是一些形状 是一些物品 那可以让孩子们呢 在这些画的物品当中呢 也能想到 呃 又常常会在课堂上呢 用画的方式去让孩子们用中文说出来 那当然 我画也没有很好 可是呢 小朋友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呢 常常有时候会用绘画的方式 或者是有时候 我会让小朋友画画 来画 我们画一个妈妈 那我们画 哦 今天母亲节到了 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做母亲节的卡片 那会让孩子们一方面呢 可以画自己的妈妈 一方面可以在旁边写 祝音说妈妈母亲节快乐 或者是圣诞节快乐 让孩子们能更有更多的想法 那课本呢 也能够辅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卡片上有很好的创作 那我这边就想问问大家啦 那如果我们像刚才那样我们玩个游戏 那我想要请各位网友来看一下 各位的老师们来帮我看一下 那这一个PowerPoint里面 总共有几个A呢 有几个妹妹的A AA妹妹 有人可以线上回答吗 我想看一下 有没有人可以像这样子 边上课边玩游戏的方式一起回答 对那在这边呢 总共有三个A 那因为这个活动呢 就是通常是给小朋友的 只是因为我想说可以做一点互动 所以呢 我们这三个呢 我们有三个A这样子 哦 这边有三个 因为有一个很小 写在这边 生活联想上面有一个A 对 谢谢你们回答 好 那在这边 我们同样的 我也非常喜欢作业本的练习 为什么特别喜欢作业本的练习 因为课本呢 真的觉得说 课本已经很丰富了 我想作业本一定就像这样子 格子写上去 你要我写B 我就写十个B 你要我写M 我就写十个M 你要我写B B B 啊 B B 我就写十个B B 那你们可以看上面 那你们可以看上面作业本的练习有B念一念 那到了C也是念一念 到了D就是圈一圈 那我们看差别在哪 第一个B念一念 我们为什么要念三次 因为呢 因为呢我说的很重要东西就是要说三次 那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这样想 所以呢他们就放了三次的B 那音档呢也会听音档呢就是B B 爸爸 那因为我会让孩子们呢不只是在家里听音档练习 同样的我们也会在教室也会做一个作业本的练习 所以呢孩子们跟我都会一同的一起念 那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呢孩子们已经在这个课文上了 已经被我已经被我逼的可能要念了三四次以上 所以呢他一看这个B就连接到这个图片 B就是爸爸 哦哥这个就是哥哥哥哥 哦这个呃就是呃呃器呃 他们呢就会开始哦直接一个想法 呃就是器呃 然后让孩子们呢可以更自主的学习 那他们就开始觉得老师我已经知道了 哦好你既然知道了 那换你来念C 那这边就有说啦 C也是念一念 哪里有不一样呢 哦不一样来了 B啊爸爸 哦开始呢老师呢已经把B啊爸爸给标出来了 所以呢孩子们在做后面的练习的时候 他可以来翻回来前面看一下说哦老师是这样听的 B啊爸爸 那B啊爸爸还有什么 B还有巴我们的数字 巴还有呢我们的鼻子 B啪鼻子 所以呢这个呢我一样呢 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让孩子们一起跟我练习一次 那练习完之后呢 像下面也是在练习完了之后 我会让他们做的右边 右边那个真的是很好玩 因为呢右边的圈一圈 就是孩子们最轻松的时候 那也是孩子们就像一个写乐透的感觉 就像一个在圈乐透的感觉 所以呢孩子们非常喜欢做这一页 那这一页呢通常我不会让他们回家听音档 因为呢这一页我希望是他孩子们跟我可以一起完成的东西 因为呢我希望说孩子们建立不同的不只是听音档除外 还可以听老师听我们这些生活化的发音 让孩子们呢可以去更了解 这个是这样子发音 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嘛 那第一个我就会跟孩子说孩子们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乌安玩玩具 就不一定念得出来 那呢我会跟他们重复一次 我说第一个乌安玩玩具 那我会很正确的拼出来给他们听 那第二个呢我要我要念的是 那他们一样会重复 就是一个我先念孩子们重复老师念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可以一起互动个一分钟之后 我就会说来老师要你们圈安安玩具 请你们把安安玩具给圈起来 那孩子们就很容易讲说 啊老师教那么简单 然后赶快把他圈起来圈完之后 老师我好了老师我好了 因为我们班小朋友呢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主动 所以呢很多小朋友 老师我好老师我好了 老师下一个老师下一个 那这个我就会觉得说 哦这个会让孩子们建立很大的自信心 不只是在注音部分 而是在课堂的表现跟积极性 跟他的外向个性会让他展现更多的积极性 让他在课堂上能够更开心的学习 而不是只有坐在那边写字而已 那我就来啦 来小朋友第二个是什么 那他们就会说 妈妈妈妈 那我也会再重复一次 来说一次 妈妈妈妈 那他们也会跟我再重复了一次 再来第二个是谁 旁边那个是谁啊 他说 姬姬姐姐 那一样 这些过程都是必须要一直重复 让孩子们呢 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听到之后呢 就会呢 一下就可以立刻判断出来 老师要圈什么 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哦 这一次呢 我决定了 我决定刚才那个小朋友 小明他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呢 他很积极的 有跟着念 那呢 他也很认真的在学习 那我就说啦 小明你来你来 请问你想要大家圈什么 那这个呢 我就不会按照英党的部分 去听说 英党要我们圈什么 他们去圈什么 而是我希望让孩子们 可以自己发言 就说 老师 我要圈妈妈 那我就会说 来小明再跟大家说一次 你想要小朋友圈什么 他就会说 我想要圈妈妈 那全部人又开始这样 妈妈圈完之后 又开始每个人丢下来 老师 我要我要我要选 下一个换我 那会让孩子们会觉得说 哦 这好像很好玩 那我做什么 孩子们就要跟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小朋友就会跟我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 圈一圈的过程中 孩子们其实已经学到了 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呢 该怎么去念这个注音 跟 念完注音之后 我 我好像也可以当个小老师一样 我可以去跟小朋友说 哎 我要你们圈什么 哎 这个怎么念 让孩子们可以在游戏中 也能够学习注音 所以后面我其实只有一个 我只有第一个 我会让我会自己先圈 我会做个示范 那其实到后面的课文之后呢 我通常几乎都会让孩子们圈 但是呢 同样的 他们呢 得先过我的第一关 他们呢 得嘴巴都打开的 听我念一次 他们念一次 他们有才有办法玩这个游戏 所以呢 他们通常都很积极的 在这一页 一翻到这一页的时候 就会这样很乖的坐在那边 老师 第一个 然后就开始这样一直念下去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说 在这一页 让孩子们建立很大的自信心 跟课堂上积极的部分 又再一次的加分 那 他的 东西真的都不会很难 让孩子不会就是 待在那边 我什么都不会 反而会让孩子们建立更大的自信心 那这边就有华语向前走的 衔接课程 那当然咯 当然这边呢 还是要再重回到我们课文里面 介绍的一些单词 那其实认真看了这些单词 哦 怎么感觉都好简单 怎么感觉大家都学过 怎么感觉我平常只要 我的小朋友进来我的教室 都会说老师你好 哦 感觉比较普通 但其实不是的 你们可以看看 第一个 呢 呢呢 你好 那你看他同样上面的呢 是不是变成红色的 再来下面 呢呢奶奶 哦 上面的每一个字很细心的 他不只有圈一个呢 他两个呢都圈起来给你看了 所以呢 这个呢可以让孩子们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呢就是学奶奶跟你好 我们不要太多 我们这一堂课就是呢呢你好跟呢呢奶奶 那下面呢 哦下面就是一了 一很简单啊 一 哎 一不可以说一二三吗 那他下面呢就是给你一个 另外一个加深你的印象 就是呢呢 一一你好 这边又再重复一次你好 那这一次的红色的在哪里 就在这边就在下面的呢 一你好 那下面这个哦 礼物 小朋友最喜欢的 一一礼物 那礼物在这边也很贴心的 已经放上了一 已经把它变成了红色 所以人可以加深孩子们的印象就是呢呢可以说你好 一一也可以说你好 让孩子们觉得说 哎 这两个字又重新组合在一起了 上面是呢 下面是一 那一你好 有没有 他的声韵调就出来了 那一 你好 刚好都是三声 大家会觉得说 哎 老师我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有 那小朋友很自然而然的 下次看到文章就会直接说 这是我上次教的 那一 你好 老师上次我学过的 那一 你好 那这边呢 旁边当然就是一开始说的 你好 我是林东明 你好 我是张力 你好 我是李文文 在这边呢就是有介绍 不同的人 那在介绍不同人的当中 老师又可以在课堂上丢球了 老师又可以说 我都在我介绍这一课的时候 我通常都还是会先介绍我自己 为了让孩子们会觉得 呃 老师怎么突然叫我 我要说什么 所以我就说 来小朋友 我们来自我介绍咯 来 你好 我是何老师 那 我喜欢红色 那就开始各处的去丢球 那有些球当然没有丢得很好 我就会 呃呃 有点引导式的去问答 那孩子们能更舒服的能去在课堂上中表达 呃表达自己的一些想说的话 或者是表达一些是想要的答案 想要听的一些回答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借由课文呢 能够让老师呢 更能去引导学生的回答 能够可以赶快说 哎 你好 我是林东明 很快的接 你好 我是李小文 你好 我是李大明 就是可以赶快的去 让孩子们更能很开心的说 哎 你是谁 那很开心的去认识彼此 这样子 那这边就有说了 这个不只是前面一些声词 那刚刚有说了嘛 那一 你好 你好的声调开始出现了 所以呢 这边呢 华语向前走呢 他有放一些声调在里面 那有一些声调不一定在里面 可是呢 老师一样可以去做练习 跟孩子们一起做练习 那这边就 那一你 你有什么 旁边很贴心的 怕老师不知道 突然想到说 那一你 你有什么 你什么 他旁边放了一个图片 那一你 泥土 所以大家都会念一字 那一你 泥土 那还有那一你 你 是你 老师呢 也会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有趣的一些肢体活动啊 或者是那一你 哦 那你就比较难了 那你呢 老师就说 OK 就是那一你 四声你 那同样的 很贴心是因为 这边呢 已经有放了音档 所以呢 如果在课堂中 想让孩子们呢 更听清楚 这一些发音的话 就是也可以用 全球华文网线上的一些资源 就是他们的音档呢 也能用音档 让孩子们呢 吸收一些音调 一些声调的练习 对 那这就是这两课 我们这些课文里面的一些练习 那后面这里就有说啦 K1呢 就是要衔接K2 每一本呢 一年级就是要接二年级 二年级就要接三年级的课本 所以呢 在课本的衔接当中 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 全球华文网上面 我看了很多的一些单元 那K1的单元呢 会接到K2的单元 重点是呢 K1跟K2呢 都一定要确保说 注音的拼音是OK的 是让孩子们已经很舒服 可以回答了 就藉由这个教科数 可以让孩子们已经 很能正确的去拼出那个音 很能正确的去念出那个音 那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很强调了 句型的语法练习 我喜欢红色 他喜欢绿色 我喜欢粉红色 你喜欢黑色 就是这一些语法的练习 那生活对话也是 哦 我喜欢听音乐 我喜欢海豚 我喜欢什么东西 那可以用生活对话的练习 让小朋友直接连接到K2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声调 声调跟韵调 我们的声韵调呢 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建立好基础了 在前面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些 不同的一些声调练习 像 那一泥好 那一泥土 那一泥 就是这一些声调的练习 在课本里面已经很完美的 都已经写出来 让你可以去活用在课堂当中 也能活用在小朋友 跟家里的家长一起练习 那想说K1跟K2 在我们的衔接过程当中 我们学校呢 也都会在开学前呢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务会议 那个教务会议呢 就会去介绍说 我们在当天拿到了学生名单 那我们拿到学生名单呢 当然我呢 就会去找前面一位老师 我就会问他说 诶 你的课本用到了怎么样 你们教到了第几课 那同样的K2的老师会来问我 诶K1 诶 他们程度怎么样 他们学到了什么东西 那在这一些的衔接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我们彼此的进度在哪里 我们也可以跟每一个同事呢 更能去讲说 诶他这个大文喜欢红色这一页呢 他的那些韵雕都非常的好 可以让老师们能够去 在备课过程中能够的更仔细的 能够继续的继续的去进阶版 明年的那些学生 他即将要带的那些学生 所以我觉得在延接学习这个当中 可以让老师呢 能够很快速的进入这个轨道 进入这个备课的轨道 我不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你上面用什么教科书 或者我不知道你们在学什么 可是我只知道他可能会注音而已 那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这本花语向前走教的就是我们这几点 那所以小孩们 如果已经从这个方向B&A代表 他应该都已经会这几点了 那我们可以继续的让大家可以尽量 一定是没办法保持在同个进度上 可是可以让台子们尽量可以保持在这个课文的进度上 慢慢的继续的进步上升 这样子 那这边就要说了 搭配课本的延伸学习 还有所有的心得 那这边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 我喜欢用好多东西 那这边是全球华文网上的线上资源 那你们看这边 有语音档的部分 同样的还有文化单元课的部分 但是文化单元课部分 那么我等一下再说 我想要说的是线上语音档的部分 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旧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语音档有朗读的音档 那不只是在课文 连作业本也有 刚才我看到很多上面都会有一个小词叠 其实这边会有一个小CD 就代表是有音档的部分 所以呢 家长的根本不用那么的担心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录给我 刚才你说的东西 老师你可以跟我讲 可不可以录给我这个嗡 要怎么发音 因为呢 在第二个语言的一个国家里面 家长的总是会特别担心 我的小孩没办法跟上其他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中文讲不好 老师 我的家本来不是台湾的家庭 我本来不是讲中文的家庭 我是哪里哪里的家庭 其他外国的家庭 我也不会中文 那我怎么帮助我的孩子们呢 那当然 当然最好的方式一定也是请助教 请家教啊 或者是私下的 一定要家长一直陪着 一直陪着练习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 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的 就是我们有语音档的部分 让这个语音档的部分 部分呢 不只是孩子们念习而已 让家长们如果第二个语言的家长呢 能够也可以继续的一起跟孩子们一同的学习 那就等于是帮助了自己 帮助了别人 那两个人都可以在一起的学中文 那家长也不用很害怕担心 说老师 那个上网课的时候我可以录音吗 老师上网课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录音下来 因为我好想要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 那孩子们跟家长也会一同担心 那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会觉得说 我都听不懂 我的小孩也听不懂 那我们不要上好了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一个音档的部分 非常的贴心 因为是根本每一页都有音档的部分 让老师 让孩子 让家长能够上去下载来听 那隔壁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文化辅助器 文化辅助类呢 有很多东西 那这些呢 都是关于文化单元的学习 那这些东西呢 当然我没有办法一次教完 所以呢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字的故事 那因为字的故事 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有一点点太小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孩子呢 可能还是要注重在注音的部分 所以我会让孩子们听一些 预言的故事 或者是 当然就是儿歌 边唱边跳边学习 这个老师也开心 小朋友也开心 这个气氛也那么舒服 那常常会让孩子们去听儿歌 会去讲一些预言的故事 那也会让孩子们玩一些小游戏 当然就是一些字卡游戏 一些课本上的游戏 让孩子们更能的加深 对课文 对注音的印象 那我也很喜欢呢 用学校的白板做这一些活动 因为现在是online课的关系 所以呢 我都会准备一个白板 让孩子们能够呢 跟我拿着白板笔一起在上面写字 常常呢 我都会拿一些磁铁的贴纸 我呢 会跟孩子们做线上的互动 那让孩子们呢 更能知道说 诶 我把这个字拿走变什么 或者是我家的这个屋之后怎么念 那平常在课堂上的时候呢 这也非常的受欢迎 孩子们就是很想动嘛 孩子们就是不能停止动 所以呢 孩子们呢 常常被老师推销 说哦 你写得很好 你要不要上来一起 教小朋友怎么写 那有写的 那同样也有玩的 那小朋友呢 有时候我会让他们自己写注音 那同样的会让他们玩字卡 就是玩课本教过的字卡 比如说姐姐 我会教他们拼姐姐 那让他们加深对这一些 课文课本跟一些注音的印象 那孩子们就会很开心 那这就是我们班 我最喜欢带的课堂的游戏 那课堂游戏的部分呢 就是常常大家可能 台湾常常见到的东西 那因为我想说 每一年都有机会回台湾的话 我都会愿意 就是很喜欢买这个东西 给孩子们玩 因为我很喜欢让孩子们 在课堂上动来动去 当然不是像虫一样 趴来趴去啊 或者是扭来扭去 或者是写字的时候 没力气那样软骨头 而是让孩子们能更能 不只是做的 也能跳舞 也能唱歌 也能拍字 也能玩 有戏能跑来跑去 动来动去 让孩子们更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发挥 有一点surprise 对一些礼物呢 对台湾的一些小礼物 有点surprise 那我都觉得这是一举两者 因为一方面 也能够了解一下 台湾的文化 台湾有这个玩具 台湾有这个戳戳乐 台湾有这个铁锤 让孩子们能够更期待 更觉得说 诶在这边 我都没有看过 有老师用过这个教材 所以让孩子更能激发这种成就感 跟一些信心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最后呢 我想分一下最后的心得 在因为呢 现在在COVID-19的关系 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在教室里面上课 所以同样的我们华文网上的资源呢 我就把它全部通通的搬上来 搬上这个online class 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跟家长们一起分享 跟他们说一些故事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见到面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用网路 只能用荧幕来见面 所以我常常呢 我每一次上课呢 就像我上礼拜六上课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PDF呢 像我们现在这样 share screen的方式呢 给大家看 那上面呢 因为我们是用Zoom来上课 所以呢 我会在Zoom上面呢 刚好有一些功能 可以做标记的功能 就像我们在白板 黑板白板上面标记的时候一样 我们可以做标记的功能 让孩子们能更清楚看到说 老师现在在教这里 老师有注视起来 老师有帮我们画起来 跟这个课文呢 也跟课本一模一样 就让孩子不会觉得 老师教到哪里 我好紧张哦 我好害怕 老师等一下突然 教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不知道 所以呢 这方面我非常喜欢 线上的资源 那有一些小朋友呢 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疼 说老师我怎么办 我那个真的都不会 那我因为有一些 试过孩子们呢 因为网路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一些 声音的影响的关系 会导致他后面的那些 都没有听到 会觉得很慌 那不用再紧张了 因为我已经有跟家长说过了 我也会在每一次的 我们的班级联络单 就像联络不一样的 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个联络单 那都发给家长 上面有些 我们的功课 我们的 今天教的东西 我们今天教的单元练习 以及下面有个 all size resource 那同样的 我都会把这些网址呢 把全球瓦文网的 音档的网址传给家长 那有些家长还有问题 那当然就是 老师可以帮忙做到的东西 就是尽量做到 就是录音的部分 或者是说 有一些音档呢 家长可能想 私下跟小朋友一起练习 我也会把音档的部分 再一次的传给家长 让家长呢 最能直接的 能够再用他自己的时间 能用在一个不是上车时间 或是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的时间 能跟孩子们一起做练习 所以呢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孩子们呢 在接下去 在往下面接的 像我的孩子 在接下去 K2的过程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熟悉 课本的每一个人物的角色 还有课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圈圈看 连连看 跟一些生活对话 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呢 他们孩子呢 不用再花另外一些时间呢 可能开学又要几天的时间去 适应一下新的课本 新的一些教材 让孩子们可能会有一点挫败感 会有一点失望说 K1好简单 K2突然变好拿 然后K2在跳K3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个我好像又不会 会让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办 我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谁 那很怕给小孩 另外一种压力 跟给家长一种压力 所以这就是我坚决 就是在这些年来 我一直想要使用全球 那个华语向前走的原因 那他概括了很多东西 他概括了注音 听音 注音的五声 的音节 还有生活对话 活动的 游戏活动的一些练习 还有儿歌 像我刚才看到很多网友们 就说儿歌是小孩最爱听的 没错 因为我们的小孩 也非常喜欢听儿歌 非常喜欢玩游戏 就是在这个最可爱的年纪 是最喜欢动来动去的时候 刚好如果我们在旁边 加了一点点注音 一点点的生活对话 我们的练习好像又感觉又不一样 会让孩子们会觉得说 诶 我好像会说中文了 诶 我会唱这首歌的 我回去可以唱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我回去可以唱给我的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听 让他们会有一种成就感 对 那刚才有网友问说 我来回答一下 一些老师他们问的 老师有问说 他说想请问老师 现在疫情转回线上的教学 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那个刚才在卡住的情况下 我刚才也有跟一些老师们说 那我想说我来线上说会比较清楚 那在线上教学呢 就是每周六段就是打开我的PDF档 然后跟孩子们玩一些游戏 那同样的孩子们呢 也很喜欢 也很想要跟老师互动 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见到面 那我一样会教他们呢 打开他们的Room的那个助记的功能 那你一样可以跟我在那边 突突写写 练习写字练习 老师说要找车 那孩子们呢 可以用他们的那个电子板呢 在我的荧幕上面画车 车完之后 他们会在上面写数字 那因为这个呢 就是没有办法事情 所以呢 孩子们可是还是会觉得说 非常的对课堂 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开心 因为课堂线上 其实我不敢上太久 因为孩子们可能会累 那可能会有点不专心 可能会跑生 或者会觉得说 就一直坐在电脑屏幕前面 很无聊 所以呢 通常我的课呢 都是上了一个小时 这样子 最多是一个小时 让孩子们呢 有时间呢 继续做其他事情 也有时间呢 跟我一起在这个 一个小时以内呢 能够吸收到最大的 注音的那个量 能够在 聚在一起 能够用中文的方式 进行对谈沟通 那同样的 我很喜欢就是在线上点名的时候 这一次在线上课程分享 我非常喜欢跟孩子们做线上点名 就是像我就会 一开始 我们刚开学 这是第三个礼拜 那第一个礼拜 就会说 来 我来点名咯 因为大家都很不熟嘛 那大家可能有点小尴尬 所以我就说 来 那个 谁谁谁举手 他们就会 这样举手 然后到了第二堂课 就是上礼拜 我跟他们上课 我说来 那个小美举手 我说小美有带吗 小美就说 yo 那我说 那个谁谁有带 我跟yo 我们就以上课的方式 把上课翻到电脑里面 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 有回应的点名 让这个课 不是很无聊的 老师就让他看 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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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而已 那通常 我刚才也有说了 我会做一些 像白板的这些活动 我希望就是少不了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 不一样的画面 让孩子不只是看到我的脸 或是不只是看到这个荧幕 希望可以看到一些白板啊 一些 一些不一样的生词的变化 一些 一些 flash card 一些 字卡的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 也都是跟着 我们的华语向前走一起的 因为呢 这每一堂课呢 都是有教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让孩子们的吸收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对话也是不一样的 那像对话的时候 我们现在 我们班一直都很有积极性 不知道今年为什么 我也这么有运气 可以收到一些 这么积极性的孩子们 那孩子们都是很勇于表达的 所以呢 就是很 我问说 诶 那个 Eric 你喜欢什么东西 Peter 你喜欢什么 他们都很勇于表达说 哦 我喜欢吃香蕉 我喜欢跟妈妈玩 哦 老师 我明天是我的生日 老师 我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华语向前走这个课本呢 是太夸了很多很多一些老师可能平常没有想到 或者是说也另类的减轻的老师负担的一个教材 那我真的很推荐说老师真的有机会真的可以试试看 学华语向前走这个课文 对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用Zoom的助记功能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因为真的很好画东西 很好在上面画东西啊 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 就常常画的那些我都会看不太清楚 我都会觉得说 呃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删掉 那孩子们也很喜欢跟着我一起做一些练习 像一些有些写 呗 那他要描字的时候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一起在描字 那他们会反而觉得说 哎老师 你怎么在那个电脑上面写字写这么丑啊 那我就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用电脑的滑鼠在写的 那小朋友也会觉得说 哎老师写字怎么那么好笑 那就是希望说 对因为我们的音乐 那个华语向前走的音乐 因为有音档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就是 他的音档部分是找不到那个 在线上的教材是找不到的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 可能要看个音谱 或者是上网查一下到底怎么唱 因为有些东西我也不太会唱 可是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增加一些互动性啊 可能透过拍手的方式 跺脚的方式 拍桌子的方式这样子 就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唱出一首歌 因为我知道我也觉得很难 对 然后好 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问的东西 哦有人问我学生的年纪 我们学生年纪是五岁六岁七岁 所以都是在五岁到七岁这个年纪当中 所以孩子们也是一个蛮爱懂 非常爱懂的一个年纪 然后也是一个能稳 能安安静静 很能在坐在那边好好写字的年纪 所以就有一点在那个曲 那个中间词当中 对笔顺也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会让他们看着我的手写 或者是我会叫他们把手举高 然后跟着我一起做练习 让孩子们更能知道说笔顺一定要对 好 谢谢今天怀疑向前走 让我有时间在这边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示范教学 我也觉得说因为这一次的演讲 让我能更的了解这个教材 那也能知道说该怎么继续的帮我的学生 让能够的在他们的学中文的路上 能够更成功 能够更的更觉得舒服 而不是会觉得说 它好像是一个才艺课 更能够了解这本书的用意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各位乔教老师和粉丝网友 今天的热情参与 全球华文网2020第十场直播教学分享会到此结束 接下来全球华文网直播教学分享会将邀请张戴琪老师 陈慧云老师 美国德州奥士丁中文学校团队 和陈玉明老师来分享 接连四场内容精彩可及哦 如果你喜欢全球华文网的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或是加入全球华文网的粉丝团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活动资讯哦 我们台湾时间10月21号上午10点 线上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